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好 这个也是个蛮经典的情况 不知道是你老公百目还是他朋友很百目 这个平原有人来借助你家 没有报人数一来八个 对的 太多了 你家是八个月 我跟你讲那真的很夸张 其实他们一来的时候我也觉得 旅行团你知道吗 旅行团来 吓死我 其实我老公是那种 他其实从小他就是好好先生 那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他是那种 有那种奇特体质 就是他远远地会吸引一些 猪朋狗友在他身边 然后有事帮忙的时候 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就全部出现了 然后有事要朋友帮忙的时候 朋友都不知道非要哪一国去 真的都是这样 那你知道那一次是 他这个同事呢是 其实跟他还不错 但是没有交情好到说真的 可以这么好这样子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在国外嘛 然后后来他同事就 只有打电话 就他们两个可能在聊天的时候 就讲说 如果下次要去的话 去住你家 去找你玩 那当下每一个人 你会说好好来啊 这样子对不对 好了 结果真的 就是对了 对 订好机票的前一个礼拜 他同事打给我老公说 上次讲好的 我机票已经订好了 那我要去住你家 我老公当下他当然第一个 你只能说好啊 他只能说好啊 你是不是只能说好 就是这个朋友吗 对 就说好啊来啊来啊 那你知道男人就是这样 又来了 他就是神经大条 你也不会问一下 人家有几个人 他就觉得只有他朋友跟他老婆 好 结果呢也就 因为你知道他当下 他后来事后跟我说 我当下总不可能跟他说 我回家问一下我老婆吧 那我当然只能说好嘛 好 就回来就告诉我 而且他自己觉得 我应该会不是很高兴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不熟的人来住我们家 好了 他就在人家 落地的前两天跟我说 两天后谁谁谁 跟他老婆要来 我说你为什么现在才讲 然后他就说没有 因为他们也是临时跟我说的 他们这样讲喔 对 好了 那一天到了之后 他朋友还很好说 你们不用来接我 不用来接我 我们自己去你家 当然不用接啊 你有八个人 我怎么接啊 我倒车啊 你是不是都还没有 整个八个 没有 都没有讲 所以是不是很坏 然后你知道后来 到我家门口来按铃的时候 按铃之前快要到 他就打电话来说我快到了 我老公还很高兴 然后还摆好了那个什么茶 茶点都弄好 望我门一开 你知道其实是我老公先去开门 我老公一开门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老公这样 哇 这样子一声 那我也没想到什么 说你老公哇一声 结果我老公一回头跟我讲说 他们来咯 我说好啊 好啊 我一走过来我这样 哇 我说 你说什么 说一个字 我说我的天啊 这样你知道 八个人 那连什么 老公 老婆 小孩 岳父 岳母全来了 整家子来啊 整家子来 整家子来 真的很夸张 那我们家呢 是四个房间没有错 但我 反正重点就是你一来来八个 你就很夸张嘛 对 有点夸张 那我当下 你没有给你们时间准备耶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那我是不是只能把人先接进来 就进来 然后行李还要帮他们抬 你们两个去做饭店 对 很多 八个行李十六个行李 他们一人带两个 然后好了 小孩子也进来啦 跳沙发什么这样子 其实我当下 我真的 然后连我们家狗 都不知道躲到哪去 对 我们家狗 可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在我们家 好了 当下呢 那没办法嘛 你只能接待啦 对不对 人都来了 然后就接待 NO... 我就只要是空档时间 我就一直瞪我老公 一直瞪我老公 我老公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但是到最后他没办法 他只有回头问我说 他因为他总要做一个 主人的样子 老婆 我们被子够不够啊 如果不够 我们现在赶快去买 就这样 好了 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呢 我就还没回答喔 他那个朋友竟然说 谢谢你们耶 这样怎么好意思 那这样以后我们可以常来耶 男生都很白目 是不是 没有 我觉得他的朋友 有更白目 对 他们有赢了 真的更白目 赢了 好 然后呢 我不管你真假嘛 反正呢 还好来不久 大家只有来四天 但那四天里面 也很久了 对 那四天很快 是不是 四天 你知道我那四天 你们家是怎样 比饭店舒服是不是 全部都在你家 我跟你讲 我怀疑啦 他们是为了省钱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饭店 一个房间 我们装四个人好了 两间 那因为美国比较贵嘛 对 那你又要住在好一点的区域的话 一个晚上至少一百以上跑不掉 对 那至少四天下来 是不是省了一两万 一两万台币 好了 我们那四天就要进到地主支陪 做饭 陪他吃饭 你还包住啊 包吃 包住包吃 也没有到真的包吃 但你总要请客嘛 人家来你家 你总是不好意思说 你付钱这样子 对 好啦 结果到最后一天 他们终于要走了 在打包行李的时候 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心情 YES你知道 但是当下我必须要给我老公 一个教训 告诉他说以后这种事情 你绝对要先问过我 所以他的同事们 在打包行李的时候 我就到房间 包我老公的行李 我老公跑进来问我说 你干嘛包我行李啊 我说因为等一下 你跟他们一起走 不要再回来 对 真的 不要再回来 八个人耶 你知道连我家人 都不敢一次来八个 对啊 我家人都不敢 会觉得打扰到对方 对 然后她是很大气的老婆了 你全部帮她接待 我没办法 因为人家在门口了 你再怎么样面子 你就是 你再怎么样面子 先坐给老公 关起门来 你随便揍都没关系 可是当下 你知道后来他同事要走的时候 还跟我说 今天这次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啊 什么这样 我岳父岳母说玩得很开心 她说如果下次他们来的话 可不可以再请你帮忙照顾一下 天啊 很厉害喔 好感啊 对 然后我就回她 她蛮厚脸皮的 对 后来我就回她 她们会当真了 对 我就不能随便回答 我就跟她同事讲说 没有 我们这个房子 再住两个月 我们就要搬家 我们要搬家 她下面说我们两个月内 都会再来一次 对 然后她说你搬回哪 我搬回台湾 我搬回台湾 我真的是快要疯了 真的 下次看你去他家这样 真的 对啊 香涵你老公也很重视朋友 对 超重朋友的 而且她说男人一定要出走 对 出走 真的 你还不能阻拦她 因为好像她就失去了一个 身为男人的自由跟权利 有一天 我觉得男人 好像老公啦 老公啦 我觉得男人变成老公之后 就很喜欢压线 就是在last minute 去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是的 有一天老公 婚前都不会这样 对 以前就是什么计划 很早就先跟你想好 我们怎么样 去哪里好不好 上次她是 小兵哥有天回家 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我那个要去一趟日本 然后我想说 好啊 什么时候 我以为是可能什么暑假 什么哪个哪一 几个月之后的事 她说两天后 也太赶了吧 我说 怎么了吗 有工作吗 我就问她 是去工作吗 没有 我直直屋 我那个朋友找我 就是去走一走 走一走 去日本 干嘛 去哪里 她说我们要去看 世界杯橄榄球赛 我就说 世界杯橄榄球赛 你平常有在喜欢橄榄球吗 她说妹妹 我跟你讲 就是我的朋友们 他们一群人呢 买好了这个世界杯 橄榄球赛的票 可临时其中有一个人 他不能去 多了一个位置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去 我得赶快回人家 我真的很想去 我去咯 然后我就说 那要去多久 她就说 五天四夜 我说五天四夜 那你要住哪里 这个到时候一定会想办法 反正我就是要去 我可以去吧 我可以去 然后我就想说 你不是在跟我讨论 你只是告知 她可能怕得太早 跟你讲你会反对 然后我还再三跟她确认 你确定你要去看橄榄球 你看得懂橄榄球 你有在追踪这个比赛吗 她就说 我跟你讲 男人就是要有自己的小出走 你就让我去吧 然后我想说 好吧 那我能怎样 我就让她去了 那去了之后呢 我也没跟她联络 因为我想说 她在男人的出走中 我就要让她有自己很 其实太太们都好大气喔 真的耶 因为反正她 那你可以这样子吗 提前两天 然后去日本一趟 无界四夜的 对啊 你也可以啊 威尼小旅行 你也可以啊 我会舍不得小孩 我觉得我真的心中会那个 但是其实她有没有在 她有没有在我身边 其实对我帮助没有很大 所以我想说就算 就let it go 后来我就都没打给她 有一天她就 就跟我视讯 然后就看起来忧愁满面 我就说你怎么了 她说你们为什么 都没有跟我联络 我说你不是在小出走吗 然后她就讲说 她就跟我说 我这边真的很倒霉 我说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比赛输了吗 你有在支持什么队伍吗 她说没有 我下次不要再来了 她说呢 因为她的那个外国朋友 就是非常非常的喝酒 在球场然后遇到 那个什么 欧洲来了 嗨 你去哪里了 然后没有地方住 她说我没有关系 来一起住 那到日本饭店都很小 所以他们就四个大男人 挤在一间 日本小小的那个房间里 她说那个外国人 每天吐 袜子又很臭 然后这个睡觉打呼 然后你看到这个人 是这么大一只 然后这个人 睡在这么小的床上 然后这边这个也是 飙行大汗 然后小兵哥就睡在这边 她就说我这个快疯了 终于体会到老婆的好了 对 所以我下次再也不要小出走了 就算要出走 我要自己订饭店 所以你知道你有成功 他自己领悟到 自己出走自己有新的领悟 没错 我问一下欣喜 男生是不是都这样 朋友第一 就是你们会发现到说 当我们在单身的时候 我们结交的男朋友 你的好姐妹 如果说你的好姐妹 要约你出去 你说可是我想要陪男朋友 或是我跟我男朋友 已经有约会了 你的好姐妹都会说 真的啦 也对啦 因为现在谈恋爱了嘛 那你赶快去陪她 都非常有同理心 可是男生的话呢 如果说今天男生说 来来来 我们可能要去夜唱 夜冲 还是怎样 男生说我要问一下另外一半 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是怕老婆 整个社会分娩就觉得 你还要问过你老婆 你不认为是不是男人 兄弟情被你抛到哪里去了 还是怎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一种社会分娩 给男生一种感觉 就是说就算是男生 他心里会认为说 我应该回去咨询我另外一半的意见 可是因为他很害怕说 被他的兄弟所嘲笑 因为兄弟就会觉得说 女人你既然放在 我们的这个兄弟之前 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像 你很像重色亲友 男生都有这种包袱 所以变成就是说 他可能才会拖到最后一刻 因为他会很害怕是 如果你不让他去 他真的就是脸上无光